那時候11歲12歲開始有 算初戀 那麼年輕就有初戀了 告白 然後被拒絕 第一次心痛最深刻 然後就開始讓我 自己關在琴房開始戀琴 我很自然 我會在重要動作 在想說今天有幾個人看到我一眼 帥哥 對 你說藍色是你最愛的顏色 你說如果沒有愛那又如何 怎麼了 你怎麼了 哇我們歡迎周星哲 哈囉大家好 很有磁性的聲音 我們那天去了周星哲第一次在小巨蛋的演唱會 你哭了嗎 我沒有哭 我沒有哭但是你哭了 我哭我哭非常的慘 我們看那整個效果啊 然後燈光啊所有的設計都覺得非常非常的用心 周星哲他本人一直在講說 這是他的第一次 然後他等了五年 但是你現在還是非常非常的年輕 我今年準備要24歲 我一直是大你1.5而已 看得出 24.5 24.5 你之前是在美國的哪裡啊 哪一周啊 我是12歲的時候去Boston 讀Borning School 然後跟我哥一起 那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去那邊讀書 我當初會做這個決定是我11歲的時候 本那個時候11歲 所以我從小就很喜歡看Hollywood的電影 或者是美國的Culture 所以我就一直有這個夢想 想要去美國去試試看 那時候就已經發現自己很喜歡音樂了嗎 會作曲這樣子 那時候還沒有 我是去了美國 然後那時候11歲12歲開始有 算初戀 那麼年輕就有初戀了 是暗戀嗎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美國會比較早說 是真的交往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覺得對方很可愛那種感覺 就喜歡 被喜歡人家 然後我有告白 然後被拒絕 第一次心痛最深刻 然後就開始讓我 自己關在琴房開始練琴 因為當時我覺得我被拒絕沒有關係 那我就把一樣事情做得非常帥氣 然後就可以成功吸引到余生 原來你那時候的動力就是這樣 所以 情歌小王子寫了非常多的情歌 是因為你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嗎 就是你很 很emotional yeah you can say that very emotional 我們可以看要不要先去買個飲料 然後 買東西吃嗎 對買個東西吃 那我們現在就隨便來買個東西好了 好 哇買完了 那你可以淡淡的來試一下 可以 我先等一下 專心開一下車 你在這邊有開車嗎 我回來的時候 考駕照 然後我在那個之前 我在美國出來沒有開過車 覺得在台北把我開車的技術訓練非常好 因為太多摩托車 然後小巷子 很窄 對 然後我再一次回去美國開車 我覺得 美國的路怎麼會這麼的大 那個停車位是可以隨便停彎的這樣 真的 你第一次寫歌是因為 跟一個很可愛的女生告白 對 然後被拒絕 差不多我12歲的時候 記得我還在全校的表演 在全校面前跟一個女生告白 對 那你真的 你真的膽超大的耶 我說我這首歌獻給你 哇 是哪一首歌 我們有聽過嗎 是光良的童話 你在那邊唱中文 是的 沒有我們是一個很國際的學校 就是International School 對 有韓國人有日本人 應該常被誤認韓國人吧 還蠻多人說的 因為我也是 我的學校 比較高大 我還蠻多韓國人 可能第一次見到他們 直接跟我講韓文 對 然後我覺得 就說你要學好你的母語啊 怎麼會不講 不學 來到美國就忘了韓文 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剛去的時候 會適應不良嗎 我剛去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年 我11歲先去Portland Oregon 那時候是住 Homestay Family的那種家庭 那時候非常不適應 特別是第一次跟我爸爸媽媽 要分開這麼的遙遠距離 前年紀又這麼小 對 我還記得我11歲那時候他們 我爸爸幫我搬到那邊去 心裡都放好 然後我很興奮那一整天 然後他們晚上說 那他們要走了 要去機場飛回台北了 我說OKOK好 我抱他們 拜拜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 我就窗外看他們 車子 一開走的那一瞬間 我整天震驚了 我就覺得 Oh my God 我家人不在了 我覺得我好孤單 然後還記得我把自己 鎖在那個廁所裡面 崩潰空 我就覺得Oh my God I don't think I can do this 然後我還禱告 那你之前在 你的宿舍裡面的時候 就一直在寫歌啊 在交朋友 是因為那邊沒事情做嗎 對 其實那邊是一個 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 離距離城市都要兩個小時 在自己的free time 就好好規劃說 你喜歡做什麼 那其實通常14歲都很喜歡 運動或是打籃球 然後當時我就是 在我的房間 彈鋼琴 那你都是怎麼得到靈感的 我的靈感來自很多 其實是電影 我們在住校的時候 週末美食 做什麼呢 就是點Chinese food 跟看電影 看我最愛的浪漫愛情片 或是男生 你喜歡看浪漫愛情片 對我還蠻喜歡看浪漫愛情片 哪像哪一個 而且這也是 那時候我常常被欺負的 因為以一個男生來講 你會看浪漫愛情片 以12歲13歲 你會被欺負到死 而且你是有哥哥跟弟弟 通常男生會看這個 可能是陪姐姐或妹妹看 你是自己一個人看 對 因為我很喜歡soundtrack 我很喜歡電影配樂 那你記得那時候看的是什麼嗎 就是你看了覺得哇 我最愛的是叫做The Notebook 叫受雜情人 我的天啊 你喜歡嗎 我 而且你不喜歡 我覺得 因為我不是很浪漫 我只覺得那部電影很長 是嗎 我覺得 你寫過這麼多首歌 有哪一首歌 背後的故事 你覺得你想要跟大家分享 像這些以後變作朋友你好不好 如果以後這些歌 唱很多版本 那這邊你會有一點 You don't really feel any感情感 但在小巨蛋的那一天 我超感動 特別是我有聽到大家 尖叫嗎 我覺得合唱尖叫 會讓那個歌 又重新的 對我來講又活起來了 回到當時創作的這個故事 當時發完第一張 以後別做朋友 然後要準備寫第二張專輯 那對我覺得創作歌手來講 如果你只有一首紅 然後後面 你知道如果沒有 就沒有了 就會很慘 變成一片歌手 Really bad 所以我在寫第二張專輯 壓力非常大 甚至 我也好多首歌寫到一半 我就 我就沒有 我就把我鍵盤往前丟 然後覺得 算了我不寫了 然後那陣子 生活上也 也發生很多東西 然後讓我在工作上 也有很多的情緒 然後當一人真的很不簡單 那時候我20歲 好小 我的個性很難 如果我今天不開心 我很難會 keep a smile 笑不出來 我會笑不出來 然後在那時候很多的工作 我可能就是皺著臉 就是 I feel very stressed 然後一直到 我有一天 忘記是什麼工作了 一個工作結束 然後走路回家的路上 我就突然有這個旋律 就是 就現在聽到我歌 那首歌 我想說 DAM 這個旋律一直在我腦海裡 我就趕快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我就趕快按那個 錄音的 我就把那個 那首歌錄下來 然後我就超心狠 我覺得 我第二張有了 然後我就衝回去 我的房間裡 打開我電腦 打開我的keyboard 我就把那個趕快 cord先寫下來 從來沒有寫歌這麼順利 我就是 主歌 副歌 一首歌就BAM 兩個小時寫完 就有唱出 對我哭 對我笑 類似這種東西 然後就很有畫面 可能自己也經歷 那首經歷一些東西 所以歌詞有影響 我平常寫歌 其實就會亂唱一些中文 然後這些中文 就會可能會變成歌名 或是裡面歌詞的 一些主要的句子 當初你是 什麼因緣際會下 會出道 變成歌手 我大概是高中的時候 我從小就有一個明星夢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我有病 我很自戀 類似這種 你有嗎 真的嗎 我覺得也不是自戀 就是我覺得自信 我還記得我在美國讀書 暑假回來 我會在中奧東路 就是想散步 然後聽音樂 然後我就 在想說 今天有幾個人看到我一眼 你現在會走去中奧東路看 有沒有人認得出你這樣子嗎 不會啦不會 不是看認得出來我 以前就是看有沒有人看我 就看你 而且是覺得 帥哥 對 這也是解釋為什麼 我從小會有一個明星夢 我在小巨蛋演唱會 有唱一首歌曲 叫法如雪 我在九歲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看到 周杰倫的彩排 然後他當時就唱這首歌曲 然後我也很喜歡 周杰倫有一股中國風魂 流行音樂的那個Style 然後這首是我去唱歌 也很喜歡唱的一首 現在來唱一下 Here we go 你發如雪奔飛了眼淚 我等待殘留了誰 紅塵最未遜的歲月 我永無悔 可永是愛你的北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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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歌小王子真的很會唱情歌 可是你有打算之後要唱 就是別的比較快的歌 或比較high的歌嗎 有啊當然 其實 你有聽我演唱會嗎 不是有一些 有high的 有 把時間轉開 我好期待 繽紛了色彩 但那個其實還蠻 比較偏rock一點 我現在在寫我第四張專輯 對 然後我非常期待 因為會是一個 以周星哲來講 會是一個不一樣的tone 然後會是比較R&B Hip-Hop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現在 以傳統情歌來講 我覺得它可以 慢慢的進化一點點 可能傳統情歌 現在一直都在穿西裝 它可以慢慢 Dress it down a little bit 可以有點牛仔褲 或有點洞 換一個比較 Oversized T-shirt 走比較前面一點 就讓它變得有點不一樣 能不能繼續對我哭 對我笑 對我好 繼續讓我為你笑 為你奉陪你啊 你好不好 我好想知道 別急著把我的愛丟掉 我只需要你在身邊 陪我吵陪我鬧 別用力開架 我失去的人最重要 別說 你曾經愛過 讓我們回到那一秒 你好不好 哇好好聽喔 尤其是 你知道對我這種 不會唱歌的人 然後旁邊有一個 這麼會唱的人來說 謝謝 就好像一個 車上演唱會一樣 高雄小巨蛋 是 沒有看到台北小巨蛋的朋友們 或是想再看一次 在高雄 8月24號 也會在一場 你好不好訓練 一定要去喔 好聽好聽 看下面有連結 訂個票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你們分享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請幫我訂閱一下喔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